好 带您来看到花莲县政府卫生局 承办卫福部的111年 全国长照业务的联系会议 之前花莲美轮大贩队来举行 那么卫福部长照司以及全国 来自22县市政府的卫社局处代表 集聚在花莲 共同来针对目前长照业务推展的现况 相互的交流跟观摩 期盼携手营造提升更优质的照顾服务品质 花莲县卫生局承办卫生福利部 111年度全国长照业务联系会议 去年受疫情影响停办 日前在花莲美轮大饭店举行 由卫生福利部长照司长朱建芳率领长照司团队 邀请全国22县市府卫设政局出代表 集聚花莲 共同针对目前长照业务推展现况 相互交流与观摩学习 全国1669家的长照机构 问题还有接近1500的控床 1500床的控床 可是很多品质好的机构 是一床难求 说排队可能要排到天方地亡 也不见得排得大 我们国家对于失能者的照顾 仰赖的就是24小型住宿型机构 要嘛就是移工 就是家庭的康库 就是这两天的选项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才能积极的保护 从民国96年 这个这样一个成造十年界化 一路就是希望扭转这样的一个想法 能够让长辈能够在地老化 所以推个居家跟社区 那现在居家社区 其实居家同伴发展 那社区的部分 现在还在积极拿成一楼学区 以日照这样的能够标 像刚才的我们运动书包也是 我们1080推出来 每一个居典都有运动书包 那我们透过巡肥的教导 还有我们的铁片的宣导 让每一个长者 每一次的课程都有不同的项目 做运动 那今年我们会启动方向 方有的部分 运动书包再次加强 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 这个插发移序的部分 等于说在长者的身心里的部分 除了运动健康增加我们肌脉力 和强度以外 那对于心理的良力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今年要进行 心头路的一个业务来做 长期照顾十年计划2.0 推动最近也有四年多 而花莲市高龄化社会 长照服务涵盖率高达78% 高居全国第二 期盼透过宣导 座谈其经验分享等 增加各长照相关单位互动交流 以其达到长照2.0 在地老化的目标 建立以社区为基础 支持家庭 居家社区到住宿机构 多元连续且普及的照顾服务体系 记者长邦彦华莲市报导 市场邦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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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西区